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英雄说书的观众朋友你们好 我是说书人阿瑞 替大家带来精彩的英雄故事 上一回影片我们聊到 新选组是如何诞生的 以及他们初代幕局长 神道无念流大师秦泽压 和世卫馆馆长靖藤勇之间的爱恨情仇 最后是我们雍北 率领他门下剑客大获全胜 进而也把新选组的士气推向高峰 在今天的影片中 我会跟大家分析 绅士看长的新选组 他们要面对哪些改变与挑战 以及几个漫画中常出现的 人物设定事件典故由来 好比池田屋大战 还有那个违反对归就得死的恐怖纪律 究竟是真是假 我们接着听下去 如果说上一集影片 是靖藤勇的翻身立志传 那么这一集就从站在靖藤背后 推动他的那双手开始说起吧 之前聊到我新选组成立后 世卫馆派为了确保掌握多数决策权 安排了两位自己人担任副长 分别是土方岁山与山南进驻 而土方便是那一个在幕后操盘 让组织行政得以顺利运作的重要男人 从浪士组时期招募新写乃至于新选组时期的规范制定 几乎都不拖他的手笔 其中最知名的当属于那五条被称作 局中法度的对归 规定写到 一不得有背离武士道的行为 二不许脱离新选组 三不得任意收受金钱 四不可任意卷入诉讼纠纷 五不得私下泄斗 乍看之下除了第二条不许离对 有点不尽人情之外 似乎都还可以接受 但是关键在于后头这句话 违反上述任何一条规定者 切负谢罪 唯一死刑你 制定如此严格的对归 加上仿佛执行官不苟言笑的形象 使得土方岁山赢得鬼之副长的名号 对比之下 局长静腾勇就显得亲民许多 当然这也有可能是为了组织管理方便 所做出的某种黑脸白脸人物设定 此外关于局中法度 是不是真的由土方岁山一手制定 其实有讨论空间 根据日本学者松普林考证 局中法度这名字最早出现于 1929年的长篇小说 《新玄族史末记》 很可能是由小说作者加以命名的 然而名字是一回事 有没有对归是另外一回事 知名剑术家永苍星巴 是幸存到大政年间的新玄族组员 他曾在个人回忆录中提到 新玄族确实有对归 只是没有正式统一的名称罢了 但无论如何 从1863年年底 静腾勇推翻压老大派系 掌握整个新玄族以后 土方岁山把队上秩序管理的有条不问 不再像以前 动不动就跟民众发生冲突 队员之间也没有争执 度过了半年多岁月静好的时光 直到1864年爆发那一场 池田屋事件 在我们上集说到的818政变过后 幕府势力将长州藩为首的尊王攘夷派 包括一些朝廷公卿赶出京都 然而反对党会这么乖乖听话 就此罢手吗 当然没那么简单 新玄族根据线报发现 有不少壤仪志士转为地下活动 策划一桩恐怖攻击 他们打算利用重要祭典 奇缘祭举办前后 众多观光客涌入京都时 在城里四处纵火引发骚动 接着趁机暗杀亲近幕府派的政治人物 新玄族得知消息后大吃一惊 可是又怕打草金蛇 只能够暗暗加紧调查可疑人事 幸好在火灾发生之前 组员们就寻现抓到一名居中联系 长州藩与攘夷志士的关键人物 在京都本地经营柴西木炭生意的老板 古高骏太郎 最关键的是在他的店铺里面 被搜出了有铁炮 十几副盔甲 以及一封被火烧到一半的书信 依稀看出是长州藩写来的信 内文还有 以免错失良机等等曖昧的话语 于是古高骏太郎就被带回新玄族总部 交由土方穗山亲自审讯 骏太郎的态度非常坚决 不肯透露一丝一毫跟攘夷行动有关的资讯 为了挖掘事情真相 土方穗山化身为残忍的恶鬼 他下令把店老板捆绑双手 倒掉在乌梁上 并且在脚指甲缝隙盯上铁钉 还连着燃烧的蜡烛 让蜡油从脚踝低落身躯 如此有创意 我是说 惨无人道的酷刑 让古高骏太郎不得不招供 揭露出一个比原本 单纯暗杀政治人物更为震撼的行动 那就是绑架天皇 地下组织打算在六月底时 趁着京都刮起大风 在城内放火吸引注意 这时一些政府里的重要投人 一定会往寓所移动 确保天皇安全无余 包括新选组的顶头上司 京都守护职 松平荣保在内 壤仪志士们就在半路上埋伏 执行天珠 并且利用指挥系统混乱之际 冲进宫中把天皇劫持出来 送往常州做人质 而负责这些计划的浪人们 此刻正在京都的 池田屋旅馆与四国屋旅馆躲藏 土方岁三拷问出消息的当下 距离对方计划 其实只剩下十几天的时间 而且也说不准会不会提前发动 他立刻通报局长靖藤勇 而靖藤呢 评估动乱规模非同小可 必须以最快速度镇压 一方面请人通知松平荣保派兵支援 另一方面呢 他就部署了两路人马 一路是进攻池田屋 由靖藤勇亲自领军 队员包括冲田总司 勇昌星巴 还有自己的养子等人 另外一路呢 人数比较多 是由土方岁三和斋藤一 率队袭击四国屋 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 此时呢 新玄族理论上 已经有不少新成员加入 可是参与骑袭行动的 却只有三四十人 不到全队的一半 有一种说法是呢 部分队员因为出身关系 政治理念上 还是比较偏向尊王派 听说要去偷袭 队仪制式的基地 索性呢 故意装病 拒绝参与行动 然而 靖藤呢 也没时间去处分那些 可疑的队员了 他有多少带多少 直接冲到池田屋门口 分出一半队员去后门赌人 命令勇昌星巴与藤堂平柱 和其余人马在门外待命 状况不对啊 就要进来支援 不出意外的话呢 马上就要出意外了 靖藤勇深深吸一口气 和冲田总司两人呢 装作若无其事的走进旅馆 大喊 老板 老板在哪 池田屋啊 总共有两层楼 当时呢 老板正好在楼梯附近 他本身呢 也是出身长洲的反动分子 看一眼就认出来人的身份 连忙对二楼大叫 新选组来啦 话音未落 啪哒一声 靖藤勇 窜步缩地 欺敬老板身旁 将他打倒在地 但正在二楼聚会的人员 已经收到警告 纷纷抽出兵器准备应战 而门口的永苍藤堂等人 听见里头声音吵杂 互望一眼 老大有意外 杀进去 碰碰碰 永苍星巴踹开池田屋正门 武动长刀护身 抢入屋内 环顾四周啊 却没有发现靖藤的身影 原来呢 靖藤勇和冲田总司 已经早一步进攻二楼 打算阻止那些反动分子逃亡 凭他们两人的武艺啊 在整栋房子中 可以说是难逢敌手 虽然呢 二楼包厢躲了超过二十名壤一致市 仍旧无法阻挡新选阻的入侵 眼看呢 就要惨遭无情杀戮的时刻 靖藤勇突然听见身旁的冲田总司 传来阵阵剧烈咳嗽 紧接着 噗通一声跪倒 用手中长刀阻着地面 似乎啊 连战力都有困难 勇哥 驾驾驾驾 驾开敌人兵刃 回头询问 你还能打吗 冲田总司啊 整张脸仗得通红 连气都喘不过来 当然哦 也没有办法答话 靖藤勇心知状况不妙 正好听见楼下传来破门声音 他气贯丹田发出长啸 腾堂屏住听了 三步并坐两步冲上二楼 看见生死未卜的冲田啊 顾不得左右是刀光剑影 一把将他扶起 跌跌撞撞下楼 逃出无外 事后呢 很多人揣测 冲田总司那时 是不是肺结合发作 才导致昏迷 确实哦 从一些史料推测 冲田呢 有肺病的迹象 不过 那是在1866年 透过一位幕府的医生 诊断记录得知 而新选组队员呢 察觉同伴明显 体力不佳 酒壳不育 则要等到1867年 距离池田屋事件的1864年 都隔了好一段时间 因此 有另一种说法是呢 在乱战的同时啊 因为阵风炎热初夏 屋子里呢又挤满了人 冲田可能是诱发了 热衰竭 甚至中暑的症状 好啦 让我们把镜头啊 转回池田屋战场 镜藤勇啊 少了冲田总司在旁支援 尽管呢 他不至于落于下风 可是要以一己之力 逮捕二三十人哦 实在是难如登天 加上对手也发觉情况不妙啊 越打越分散 各自找寻机会逃生 还有些人呢 干脆从二楼破窗而出 眼看呢任务就要功亏一篑 镜藤勇绝对是一千个一万个不甘心啊 在这一刻这一刻 窗外呢传来整齐划一的跑步声 紧接着是土方岁三 那坚定令人难以违抗的伞音 部队听令 包围池田屋 从屋内逃出者 杀无赦 原来啊 土方负责的那一路人马 在抵达四国屋旅馆之后呢 搜遍了四周都没有发现壤仪分子 他越想越不对劲 担心是中了敌人的吊虎迷山之计 立刻决定折返池田屋 幸好呢 他有这个神奇的第六感 让新选组最后得以完成包围任务 整个武装行动 大约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才告一段落 后续 慧金凡派来支援的士兵也到了 协助靖藤勇 他们扩大搜索范围 一直到隔天清晨才收队 面对幕府布设的天罗帝王 阳仪志士们啊 有的被逮捕训问 有的呢则在攻坚的当下就遭到斩杀 少数侥幸逃脱的人 往往也因为负伤过重 难逃一死 突袭池田屋的成功啊 可说是对阳仪派造成重大打击 时至今日 池田屋已经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 内部我还有专人导览服务 让大家可以用想象力 去体会当年刀光剑影的凶险场面 当时参与行动的永苍星巴日后回忆表示呢 如果没有这次事件打压壤仪派 搞不好明智维星会提早两三年发生也说不定 然而同样一件事在其他人眼中却有截然不同的想法 有人认为呢 幕府啊用雷霆手段强行镇压异议分子 反而激起倒幕派的反弹 是加快明智维星发生的炸弹 无论哪一种说法 星选组在池田屋事件中扮演第一线执行者的角色呢 是毫无疑问 他们收到超过千两黄金的赏赐 也赢得了京都商家的赞赏 反观呢 另一边 长洲凡的势力啊 则对他们恨之入骨了 池田屋血战过后不到一个月 长洲凡呢 就打起要跟天皇深渊的名义 缤纷三路往京都出发 实际上啊 则是要跟幕府与慧金凡分个高下 双方势力呢 在皇宫御苑外头的阁域门 爆发冲突 这里呢 属于外城郭九门之一 通常只有在火灾或事故时 才会打开作为紧急通道 平常啊 是关闭的 就像文革一样 因此得名 而这场进门之变的冲突时间 虽然只有短短一天 但因为幕府方与长洲方都动用了火枪大炮 造成啊 京都周边大火延烧连续三日 包括东北院寺在内的许多民宅寺庙 都受到波及 这是继四百年前 印人之乱以来 京都遇到最大的浩劫 最后呢 幕府在萨摩凡西乡龙盛 率军前来支援 加上月前凡士兵死守阵线的努力下 成功击退了长洲势力 新选族呢 毕竟非正规的军队编制 加上啊 人数较少 他们主要负责冲突结束后的扫荡 与追捕任务 由于禁门之变对京都的伤害实在太大 朝廷呢 也不能当作没事就过去了 否则面子挂不住啊 他们很快的在事后颁发命令 宣布长洲凡为朝敌 就是乱成贼子的意思 并且呢 准备大举发兵讨伐 史称长洲征讨 而新选族为了配合幕府的进攻计划 土方穗三也针对组织架构做出调整 以便符合军事动员的需求 这当中啊 包括将开头提到的 局中法度对归 升格成军中法度 增加不少行军的相关规范 好比说开战前一定要吃饱饭 铠甲长枪等战场武器 务必确认到位 又或者呢 如果队长战死 组员严禁正前逃亡 战斗胜利后啊 不准私下掠夺敌军物资等等 同时 新选族经历这段时间的成长 阵容也扩边了 在局长靖藤勇 副长土方穗三 总长山南进柱底下 依序设立了十个小队 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小队的小队长 都是大家熟悉的名人 分别由冲田总司 勇苍兴八 齋藤一率领 这个豪华名单列出来啊 完全就是梦幻明星队 也是很多影视作品中呢 采取的新选组设定 但是啊 我们从事后诸葛的角度去看 难免感觉哦 这气氛呢 有一点像刘备抢下汉宗之后 大风群臣的那种风光 夕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啊 事实上呢 第一次的长洲征讨 后来并没有真正交战 而是在西乡龙盛卧旋之下 说服长洲凡交出战犯 结束了这场纷争 不过 既然编组都编了 战后呢 土方穗三也继续沿用前面的新架构 方便靖藤勇呢 管理大量人手 然而现实的残酷是啊 新选组的全盛时期 差不多就是从 池田屋事件 禁门之变过后的 几个月光景 他们随即面临大量的队员出走潮 走向分崩离析的命运 这当中呢 最震撼的导火线 大概啊 要数总长 山南进驻的离队 有听过我们前一集影片的观众会知道啊 山南呢 是最初在浪士组时期 就追随靖藤勇到现在的侍卫馆派元老 尽管他原本是从北城一刀流代翼投尸 可是啊 为人和善 没有架子 赢得了同侪与后辈的尊敬 浪士组呢 抵达京都之后 靖藤勇为了肃清一己 所策动的多起暗杀行动 山南进驻 也都身先士族参与 因此他在新玄族里面的威望之高 可以说是仅次于局长与副长的男人 这样一个创团元老却在公元1865年2月 留下了一张我要去江户的纸条后 就默默离开新玄族大本营 这件事啊 让靖藤与土方左右为难 因为根据局中法度规定 没有上级允许擅自行动 就视为脱队 而脱队呢 要接受 接负的处分 无论你地位多高啊 都没有例外 靖藤勇呢 后来派出了比山南年轻十岁 两人关系 亦师亦友的冲田总司 前去追捕 说来奇怪哦 冲田呢 只花了一天的功夫 就在离京都大约12公里处的大金旅社 追上留宿的山南 对一个功夫高强的剑客来说 有心想逃 不可能只移动这么短的距离 面对追兵到来 山南进驻啊 没有抵抗 甚至呢 还主动打招呼 冲田总司好奇地问他 前辈啊 你认为自己有办法逃走吗 山南啊 摇头苦笑 有你在这啊 我是逃不掉的 这句话呢 是指自己既不如人 又或者暗示不想跟 秦铜手足的冲田 拔刀相向 我私心哦 相信是后者 随后呢 山南进驻 随同冲田返回新玄祖基地 靖腾勇在当晚就公布了他的罪状 私自脱队 违反对规 除以切腹 山南听完没有任何辩驳 镇定地说啊 德蒙切腹 不生感激 在许多文艺作品中呢 山南进驻都是以一个 谦谦君子的形象现身 史书上 他则是浪世组中 少数没有被负面批评的人 即使是敌对阵营的倒幕派 也是一样 对山南来说呢 以切腹这种符合武士精神的方式 自我了断 应该啊 是所能追求的最好结局了 而负责替他借错的人 便是冲田总司 相传呢 在判决确定的当晚 山南进驻 与以前相处过的 侍卫馆好伙伴们 一起相聚 喝着诀别酒 当然 靖腾勇跟土方岁山呢 是被排除在外的 明知自己不酒人事的山南呢 脸上始终保持微笑 反而啊 是在一旁的勇苍星巴 已经气不成声 这里有个小八卦是这样的 永仓知道 没有办法改变山南进驻 求死的意志 索性呢 去找来山南的红粉之己 导园地区的游女明里 让两人啊 可以有最后的独处时光 在夜色深沉的京都街屋里 山南进驻会对明里 说些什么话呢 冲田总司啊 在远方静静守护 不仍打断他们的相处 不过呢 眼看切腹时间已到 仍然硬着心肠走上前 提醒前辈 是时候啦 山南进驻点点头 放开牵着名利的手 转身与冲田总司 走向人生最后终点 享年33岁 这段生离死别的浪漫情节 虽然在永仓星巴的 个人回忆录中啊 完全没有出现 有人认为呢 纯属文人默克的捏造 但换个角度想 或许是永仓的泪水 在那一晚早已流干 不愿再度提起吧 山南进驻啊 就是这样一个 在新选组内 深获大家喜爱的角色 他死后呢 遗体葬于基地附近的光源寺 尽管人以入土为安 伴随他引爆的离队潮 却正要开始 为何新选组会陷入 留不住人的窘境呢 这件事情啊 恰恰可以从山南进驻 为什么要离家出走讲起 目前主流说法有三种原因 第一种比较简单 就是理念不合说 山南进驻的政治立场 非常明确 是尊王论者 文采不凡的他呢 还写过一首诗 劳若天涯至不空 尽忠唯一在刀中 何此万里奸难路 早向黄州好奏功 永仓的回忆录呢 也支持这个说法 他表示山南进驻啊 曾经透露对近藤勇的 所作所为感到失望 认为呢他忘记尽忠报国的初衷 而变成幕府的爪牙 当然啦 这两人也不是第一次传出不合的消息 早先呢要刺杀秦泽鸦的时候 山南就有表示过想要再等等的意愿 只是最后顾全大局才妥协 此外山南切腹是发生在1865年 可是很诡异的是呢 从1864年起 包括池田屋事件 禁门之变等重大任务 他就没有参与记录了 是否当时呢就已经对新选组怀有怨言呢 接着是第二种说法 西本院寺搬家争议 这算是啊延续刚刚讲到的纷争 大家应该都听过京都哦 有东西两座本院寺 他们是源自净土真宗的法脉 在官员合战后呢各分东西 其中东本院寺派与德川家康关系良好 西本院寺呢则是受过朝廷的恩惠 时间哦 这个东本院寺呢同样维持 与德川幕府不错的交情 西本院寺则有浓浓的尊王攘仪色彩 没错啊 禁门之变过后 就有很多攘仪制式 选择躲进西本院寺的宗教庇护之下 与此同时呢 新选组因为成员增加快速 副长土方穗三啊就表示 要另外搬家到更大的基地 搬去哪呢 就西本院寺好了 诶大家会想奇怪耶 那边不是敌对立场的地方吗 你们不懂土方的心啊 山南进驻就很明白 他跳出来表示啊 佛寺呢是亲近修行的地方 不适合啊新选组这种打打杀杀的团体进驻 况且你名义上说是要搬家 其实啊只是想在里面搜索 有没有攘仪派的人吧 这种手段未免太卑劣了 最后呢西本院寺的搬家行动 就在山南的坚持下无疾而终 第三个说法则是呢 受到坏朋友引诱说 这指的是呢 1864年加入新选组的伊东大藏 他有两个身份哦 其一是北城伊刀流伊东道场的继承人 其二呢是曾经学习过水户学 也就是尊王攘仪的思想 算是啊剑客圈圈中的尊王派KOL 原本呢近藤永和土方穗三 想的可能是哦 新选组内原本就有倾向秦王的人 加上伊东的名气响亮 有他加入呢 应该也可以带来一些好名声 甚至还把新选组参谋的位子 都留给他做门面 but 他们没想到的是啊 伊东大藏的入团呢 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化学反应 由此一说哦 原本就具备北城伊刀流背景的山南进驻 与伊东碰面之后 无论是武艺切磋或是针鞭石阵 大有相见恨晚之感 因此两人互相约定 之后啊可以离开新选组 再来干一些大事 当然啊最后这个说法 欠缺更有力的证据佐证 我们只能知道呢 伊东是在1867年3月离团 也把一些新选组组员带走 可是如果山南还活着 会不会加入伊东的阵营呢 就不得而知了 1867年伊东大藏的脱队事件啊 可以说是压垮新选组的最后一根稻草 当时靖藤和土方仍然贯彻 脱队者斩的铁血对归 派出几十名队员去执行暗杀任务 虽然有成功杀死伊东 但已经无法挽回军心涣散的新选组 同一时间 与新选组命运紧紧相连的幕府 也面临瓦解危机 相隔不到两个月爆发了鸟语福建之战 幕府军战败撤退到关东 新选组也随着老大转战各地 过程中又有大量队员阵亡 而此时的靖藤勇于土方穗三 则被纳入了幕府的正式编制底下 靖藤更奉命在甲府当地招募新血 补充之前的消耗 新选组也与这一批队员合并 改称甲阳政府队 曾经在京都轩腾一时 让壤仪志士们恨得牙痒痒的人生浪事群 终于要离开历史的舞台 政府队成军的一年后 1868年4月底 靖藤勇在夏总流山的作战中 战败遭到斩首 而他的好搭档土方 则辗转亡命于惠金庄内凡等地 最后来到北海道的香馆 在此地与反抗新政府军的势力 建立起一个虾仪政权 然而时代的浪潮 至此已经难以抵挡 公元1869年5月11日 土方穗三参与了香馆的 五人锅堡垒首城战 身中榴弹战死沙场 享年35岁 我常会想 土方与山南进驻的人生落幕 某种程度 其实都是自己选的 他们都是有机会可以活下去的人 是基于什么样的意念 让他们做出这个决定 前头提到 山南写过 报答黄恩的古诗 而土方穗三 在决战前 其实也写过绝命诗 他剪下头发 连同遗书 命令亲信 带回去给住在江户的姐夫 上头写道 即便我的肉身鱼虾一岛腐朽 魂魄依旧会守护着德川将军 什么才是中义 我们从春秋战国讲到三国 讲到台湾列传 现在又聊到日本幕府 几乎我都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在政治理念不同 冲突发生的当下 恐怕很少人会认为自己是错的那一方吧 然而在我心中 中义永远不会只有一种答案 最后聊聊几个知名的新选祖遗老 首先是一番队长冲田总司 虽然他不算老 不过因为没有死于戊城战争 所以还是提一下 在山南进驻切腹后 有谣传冲田总司就负责照顾他的女友明里 随着明里过世 冲田的肺结和病况也恶化 导致后来返回江户休养 没有参与幕府军的作战 他最后一次跟局长敬藤勇见面 是在1868年 勇哥要前往贾府墓兵 临行前特别去探望冲田 这是兄弟间的生离死别 冲田总司于同一年夏天病逝 年纪仅仅25岁 再来则是三番队长齋藤一 他和冲田年纪相仿 都是新选祖中的小鲜肉 不过却有幸活着 亲眼看到新日本的转型过程 他最神秘的地方大概就是出生背景了 有人猜测他是惠金凡氏的后人 但缺乏足够证据 也有人说他是松平荣宝 安插在新玄族里的间谍 齋藤在幕府倒台后 成家立业并且改名为藤田武郎 搬家到东京警示厅就职 后来1877年的西南战争 他也有参与 因为奋勇作战 取得薰妻等青涩同叶章的荣誉 不要再说新选祖的剑术很夸大啦 他们是真的能打的 齋藤于1892年从警示厅的工作退休后 还曾经于东京教育博物馆 和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担任过数物保全人员 兼任剑术老师长达17年 直到1915年才因为未病过世 据说死前还在卧榻上维持盘腿振作的姿态 不愧武士风范 最后呢就是本片 好几次提到有写回忆录的 二番队长永苍辛巴勒 真多亏了他提供了大量资料 让学者们得以挖掘当年的事件细节 时间进入明治时期 永苍与一位山村医师的女儿结婚 他后来改姓继承岳父家业 主要工作是经营药局 与担任军警武术教练 也有在东北帝国农科大学 指导学生建树 关于他的八卦不少 譬如呢曾经自愿加入拔刀队 想去打甲午战争 只可惜呢最后没有成型 他不服老的开玩笑说 大概是新政府军中萨摩凡的人 不想跟我这前新选组成员联手作战吧 他和斋藤呢是同年过世 都活了超过70岁 身体十分硬朗 永苍呢虽然在新选组的后期 曾经与靖藤勇有过争执 不过他始终认为啊 加入新选组是个光荣的志业 还曾经找人一起在东京 帮靖藤与土方两人建立墓地 终其一生呢也都想要洗刷旁人 对新选组的污名 我最喜欢一则关于永苍的趣文是啊 他人生晚年呢刚好碰上电影工业发展 喜欢说故事的永苍阿公 当然也爱上了这项新形态文化娱乐 他好几次在看完电影之后感叹呢自己太幸运了 能够活到新时代来临 见证到新日本不可思议的进步 然后呢就会悠悠地说啊 要是啊靖藤跟土方还活着该有多好 听到这句话呢我心里啊又浮现 永苍星巴在告别山南进驻时 哭泣到不能自已的模样 他就是一个哭点超低感情真挚的剑客啊 巧合的是呢爱看电影的永苍星巴曾孙 名叫山村和记 我有找到他的个人IG 从简介上看得出来非常牙皱做过的事情为荣 而且山村先生现在从事的工作 正好就是电视导演 永苍啊在天之灵应该会感到欣慰吧 就在今年2022年 惠金的若松县立博物馆以及京都文化博物馆 都有展出新选组相关文物展 他们呢还特别找来包括山村和记在内 土方穗三啊 齋藤一等人的后代 一起向那个风起云涌的时代致敬 听完今天的故事 你对于木墨时代是不是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呢 欢迎各位啊在底下留言跟我们分享 如果还没有看过上一集啊 别忘了回去补个档 也邀请大家不另订阅英雄说书频道 穿越时空巴士副频道 追踪说书人阿瑞的Instagram 我会在那边分享更多说书日常 期待和你们下次空中再见 喜欢今天的故事吗 画面右边还有更多推荐影片可以追哦 诚挚邀请您动动手指订阅我们频道 打开小铃铛选择接收全部消息 还有每周固定直播的副频道 穿越时空巴士等你一起来上车 如果你还想要给我们更多鼓励 也可以扫描加入会员QR Code 用每个月一杯咖啡的钱 赞助团队创作更多好故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助